為什麼你不嘗試說 嘗試吧 1 2 3 4 錯了 所以你就知道錯了 1 2 3 4 錯了 1 2 3 4 錯了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講一個我們很少很少用 尤其上了年紀,Uncle 會比較少用的急停技巧 其實我個人認為 我們亞洲球員 必須活用到急停的技巧 才會令我們更加有優勢 有幾個不同的步法急停 大家都必須要練 練了才會懂 急停不是說你要停就立即停到 一定要練了步法和法力才會做得對 否則會很容易受傷 大家應該狂練急停 練熟了技巧 第一不會受傷 第二也增加你頭腦的穩定性 尤其是你比賽的時候 記住,記住,記住 跑得快,不用學 拼命就可以了 急停不是 拼命急停是會傷的 急停是很有技巧 而且一定要練的 好,急停為什麼我覺得 必須要用呢 在一個個人的過程上面 我們會有加速 然後去到最高速度 我們有加速段和高速段 其實當你一去到高速段 你就是被敵人追上來的時刻 我們要過一個敵人 是加速段 你試想一下 你去打快攻 第一節 起的時候 一般你可以過到別人的對手 但當你去到你的 最高速度 最高速度之後 你發覺敵人就開始追上來 如果你想 保持著一個力量 去個人 調轉 你要不斷急停 急停 你有停 你就會有加速 你沒有停 你不停在轉向 甚至那個不是急停 慢停 我不叫急停 有些叫慢 那些叫parking 是泊車 是像泊車一樣 慢慢停 那你的動作就沒有什麼作用 我們先做了一個最基本的步法 很久以前 兩年前我們拍過一條片 就是第一個核心急停 我們是用雙腳的 我建議大家練熟了 才練今天這個單腳的核心急停 因為今天我們講這些比較實戰 我們有兩個不同步法 假設右手運球 會有分右左壓停 和左右停 先講右左 右左停 就是右手拍球 左腳急停的話 我們是會比較容易去投籃的 因為我們爭取到的空間 會比較大 情況就是這樣 假設阿豪 記住急停第一件事 你就必須要加速壓停 明白嗎 再一次炒了 不好意思 給他看了第一個動作 我覺得我未必做到 不是 講一下 你會見到呢 因為我過了 我擔住他 當我壓停這一刻 其實我身體的力量 是會 觸碰到阿豪 你記住這個重點就是 不要伸手出去 你伸手出去 就簡直是一個 推動的動作 但是 你是純粹加速壓停 你是不會覺得是 推開他 因為 他也是在移動 讓你動作 讓你動作 你明白嗎 這個急停 一定要學 看你怎樣做 我們馬上練習 看了 要不要再示範 好 還想示範多一點 看上去看 你要記住 拍 Go 知道你想加我 哎呀 其實某程度上 已經推開了你的 是 真的 會停在這裡 聽不到 接著我會停在這裡 然後動 你跳不起來 因為你那個狀態 都是一個 失忍重心的狀態 你跳不起來 一定要貼著對手 對手貼著你 而且 是 在一個很近距離 近距離之下 我們就會用這個急停去射球 明白 如果在三分線 我們會利用另一個步法 我們未必立刻射球 就不是這個步法 我們先練這個 記住幾件事 第一 我教學生稱之為 跟走纜一樣 但是完全調轉的動作 是不是聽得一頭無水 跟走纜一樣 但是完全調轉 就是什麼 它是一個走纜步 但是走纜步向上跳 我們是完全調轉 向下壓的 急停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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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運球的節奏 你沒有節奏是停不了的 你也加速不了 記住 節奏就是 我在這裡開始 兩個運球 加兩步 明白嗎 1 2 3 4 壓 用核心壓下去 1 2 1 2 4 3 4 4 3 4 3 4 記住 1 1 2 3 4 之後要壓 彈起 將你的力量 壓下去的力量釋放 不要停在筋骨裡 彈完之後還可以調整 對摩 然後射球 記住 1 2 3 4 壓 Shoot 1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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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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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你的力量绝对在我们两个之上 你做不到因为没有节奏 加上sidestep 剪开不了步 你看他跨到 看伤啊 都42岁 42cm 当你看到两个40岁的人都可以急停 不要说自己膝头有多痛 就是因为你不懂急停 所以你痛 急停绝对要学难过走难 如果你走难都要学 急停你更加需要给些苦工去学 你看看阿豪 这么年轻是否完全停不住 你停不住会变成点 你不敢加速 你加不会速的 你没有迫力 你没有迫力 你就不敢去 你身体都告诉自己 我没有迫力 我没有停不住 你就不会很快 所以其实当你学了急停的步法 你的突破速度是会增加的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亚洲球员 一定要学到急停的原因 我没有迫力 我再说一次 这里不是做什么加固手术 我是直接没有迫力 我现在一直跑 因为真的老 一直跑 我膝头的关子一直在脱 就是会变成 因为开始磨蝕得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就尽我能力 拍多些教学片 因为可能真的很快就拍不到 急停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技巧 它会令你增加更多个人的机会 增加你的速度 增加你头揽的稳定性 不会那么容易受伤 一定要练熟 一定一定要练熟 清不清楚 阿豪再来试一下 你要用口说 甚至告诉观众 我发觉很多人都是 我自己都说到 1 2 3 4 这样说出来 是不是 没有人肯说的 学生都不说的 为什么你不试试说 试一下 1 2 3 4 错了 所以你就知道错了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明白吗 拍球开始 拍1 2 3 4 是两次运球加两步 明白吗 试试一下弹起射球 因为你再多步 其实人家会回来找到你 再来 1 2 3 4 劲啊 是个节奏问题 力量高了 天分低了 不是 是个节奏问题 力量大了 好 浩哥 老的天分低了 再来 1 2 1 2 3 4 好 你看 给叔父 不停带你 不用浪费 浪费 浪费 你又学人 是 乖了 你记住 你先用50%速度 大家都是 不可以太慢 不可以太快 OK 1 2 3 4 压下去 记住 两次运球 3 4步 明白吗 1 2 3 4 1 2 3 4 3 4是步 3 4 就是走览 明白吗 你走览也是这样 1 2 3 4 对不对 你就用走览的步法 法力完全反转 明白吗 所以是 1 2 3 4 压 出 明白吗 来 试试 1 2 1 2 1 2 3 4 3 4 3 4 你开不了这个步 其实跑的时候 你不会开步出来 你起动你会开步 跑你的步是收起来的 最后就是 3 4 对不起错了 这是另外一个急停 我们最后就是 3 4 压停 太 good 准备试 1 2 3 4 左右 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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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多球 1 2 错 左右 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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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 左右 但是开始有个步 展开出来 右左 走览 错 不是右左吗 左右 对 或者这样 如果像阿豪 таких没有節奏的球员 我建议你是这样 第一听Hip-Hop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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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你要有節奏 行的 一二三四 行不行? 一二三四 原地兩下 一二三四 一二三五 一二三四 多看一遍 真的蠢 麽 一二三四 他真的蠢 一二三四 四 十九五 這個節奏感真的出事,先踏步,沒有節奏 靠運球,1,2,3,4,行不行? 這球好,1,2,3,4,好,1,2,3,4,好,1,2,3,4,好,1,2 不是向後踏的,不是向後踏,是向前踏的 急停是向前踏的 你向後踏是推自己向前,你要記住 我們是向前踏的 所以你要剪開步 要剪開步向前踏 我始終那個腦,我不會做到像你那樣大的步伏 我很細步,但是我很有效急停 你要記住,拍3,4,向前踏 再加一步 再加一步 對,Good Good,再來 Good 老懷安慰的感覺 加油 Good,再來,試一下50%速度 準備 多了 是左右 再加一步 Good 再加一步 快 再加一步 可以 好,ies 哈哈哈哈 阿豪的問題也是大家的問題 你會見到就是 為什麼做極都做不到 就是沒有練過步法 沒有節奏 或者這樣說 其實步法就是你的節奏 你一定要做好步法 你才可以有節奏 阿豪你看到力量很強 一百多拉大 但是沒有節奏 你有這麼大力 但是你不會發抖出來的 你不能停 我們試一下阿豪 做最後一球 好時間了 CM時間了很久了 你看看你可不可以直接急停 記住彈起然後射球 來拉後一點 70%速度 1 2 3 4 再 錯了 再來一個 射球是OK的 再來 錯了再來 好 好 今天 完 好 哈哈